我亲爱的兄弟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敬慕你,思念你,爱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五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线上感谢 首先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 《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凡事感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所定的旨意是叫你们凡事感谢 线上感谢是什么意思呢? 线上感谢就是讲说祝福 当你学习福音书的时候 有几个例子告诉我们 主耶稣是如何通过讲说祝福来表达感谢的 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 就在他被出卖之前 圣经说,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 递给门徒们,说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有一次,耶稣用五个饼 两条鱼喂饱了众人 望着天祝福,掰开饼 递给他们的门徒们 摆在他们面前 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他们 马可福音第6章第41节 请注意,在这两个事件中 他对饼和鱼做了什么 他祝福他们 马可在他的书中 对耶稣所做的事给了进一步的洞茶 他献上感谢 圣经说道,又拿起杯来 祝谢,献上感谢了 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马可福音第14章第23节 马可福音第8章第6节说 他命令众人坐在地上 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 就是献上感谢了 掰开,递给他的门徒们 叫他们就把饼摆在众人面前 所以,当圣经说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献上感谢 他说的是感谢的话 要学会祝福 记住,神通过你说话 他用你的口来祝福 改变环境 为他人带来释放和救恩 他会用你的口来纠正问题 因此,无论在你的生命中 或在你的周围发生了什么 他都能修复他 哈利路亚 西伯来书第11章第3节说 我们因着信心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 换句话说 通过神,瑞玛,瑞玛的话语 神可以借着你的口说话 在要受咒诅的地方 带来祝福 他会在处于贫穷 失败或毁灭的地方 带来信圣 成功,成功,平安和得胜 哈利路亚 要时常宣告说 父啊,我在耶稣的名里感谢你 在这种情况中 我献上感谢 我为了这个情况而感谢 因为他已经被纠正 为了我的益处而效力 并且你完美的旨意 得到监利 哈利路亚 即使在称颂主时也是一样 你借着献上感谢来称颂他 若没有感谢在其中 就会是空洞的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凡是讲说祝福的话 我对我的家庭讲说祝福 并调用你的信圣 领导我的工作 财政,健康,事工 以及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上 因此 我感谢你的恩典 能力和爱在我生命的各个方面 彰显出来 在耶稣的名利 阿门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 诗篇第118章第1节 诗篇105章第1到第2节 诗篇第41章13节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命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圣礼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期再见